能说是金华被删的是金华中的金华 最近网上爆出了花钱谷被删片段 居然有12分钟那么长 当时被大家怨念的吻戏居然吻了那么那么久 其实尺度并没有多大 真心不知道为毛删减 有网友说老干部演的好 也有网友说没有特效和配乐 但照理迎演的让人一点都不出戏 不过决赞的是因为没做特效 掀起了衣服看见师傅手上绝星水伤疤 变一块红胶布演员却没有笑场 所长只有专业两个字送给你 简直棒棒的 最近张雨琪被拍到和一位长相普世的中年男子亚马路 聊到嗨处女方还情不资金的和对方拉起销售 看来这新恋情算是坐实了 不知这次的男主角是何方神圣呢 最近某八卦账号爆料 陈小陈延西很可能好事将近 称南方托人在合佩银泰的卡迪亚买了个160万的两克拉钻戒 有台湾小伙伴紧急向女方求证 陈延西没有否认 更以我爱你跟记者打太极 在昨晚的新闻联播里 艺人黄小明因参加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推进会 而受到网友关注 会议上他发言 希望国家能更多扶持电影工作者 特别是青年电影工作者 刚刚结束了第四季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工作 汪峰就化身产品经理 发布了自己的耳机品牌 而张子怡以VCR的形式意外登场 无疑是整个发布会最大的亮点 昨天邓超孙力主演的新剧《恶棍天使》举办发布会 孙力在采访中表示 邓超平时智商为零 没想到当导演的时候好帅好有魅力 陆毅曾表示 当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被暴力的长腿吸引了 日前 蓝牙榜的热播使得王凯一下子火了起来 今日王凯先生某商务楼刚刚走出门 就被粉丝围堵 导致其作家久久不能离开现场 香港艳星丽雅时跟富商老公 目前育有一个十岁的儿子 最近被爆夫妻不合的他 接受采访时探言 婚姻生变跟老公分房 至今已经长达五年 我可不得了 前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